好,各位奇友大家好,那最晚期是今天7月4号,进行的第十届应识杯世界职业围棋赛,八强战 由黑方袁胜珍对战白方谢科,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昨天他们两个子的对局都还没来得及讲,昨天袁胜珍是赢了李宣豪,然后谢科是赢了金真辉 然后今天对决,我们来看这盘棋 开局,黑棋二连星,白棋新小木 然后内挂,白棋一间低夹之后,黑棋再挂,白棋再来一个一间低夹 那这个布局可以说是前面也没有出现过,非常的少见 黑棋二间高挂,这个应该都是双方比较陌生的领域了 感觉不太可能会有太多研究 白棋飞个,黑棋跳出 那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挡住的话呢,白棋肯定就是贴棋 比如说你再尝,白棋考虑靠牙 黑棋在里边活,白棋外边走后 然后再去攻击黑棋底下这颗子 上边白棋找机会再夹击,大致是这样一种格局 实战黑棋跳一个,白棋贴住 那下一手棋的话呢,黑棋选择的是小飞进角 因为如果说你尝一个 白棋二路跳,那这个棋白棋实地拿了不少 外边黑棋还得再补这个中断 小飞的话呢,更为实惠一点 然后白棋搬出,黑棋尖三三 白棋在这儿,实地略损 但是呢,把这个头昂起来 在抢到先手挂脚之后 上方的这个潜力是非常不错的 下一招,黑棋一剑地甲,白棋跳出 黑棋大跳 AI时代之前的下法是黑棋小跳居多 现在一般来讲,都是走这个大跳 对于黑棋这颗子的封锁 如果说白棋走的是赵柱的话 那黑棋可以冲完之后再断 白棋贴下去之后 黑棋打了沾拐住再冲 这样这个黑棋还是可以联络回去 但脚上白棋将来有点三三的手段 实战白棋斜阵在这儿 黑棋扎钉,先把这个脚给护好 并且上方留有一个二路拖过 白棋尖顶,把外边走后 黑棋顶住白棋再沾 然后黑棋拆 那由于上方这个位置 黑棋有二路搬沾的先手 以及左边有二路飞的扩大眼位 所以说这块棋的活棋不是太成问题 然后接下来白棋脚上挤一个 这个是看看黑棋怎么补 黑棋如果说虎在脚上的话 那这里是有缺陷的 白棋有这个挖完之后 扳的这个连招 黑棋假如说断 那白棋可以打了 爬回去 提掉的话 再往这儿一掐 那这个棋 黑棋肯定是比较麻烦的 脚上也不活 外边也只有一只眼 所以说实战 黑棋顶住 白棋拐了之后 黑棋倒虎 打驰 沾上 然后白棋跳回 这样外边彻底被封住的话 黑棋得马上去做活 半瞻先手 白棋沾上之后 黑棋小尖 下一手棋 白棋尖顶 黑棋二路夹 反正在做活之前 肯定要把这个便宜给走干净 之后白棋二路尖 搜根 当然黑棋因为头在外边 所以说这块棋暂时不怕 下一招棋 黑棋下方飞压 白棋左上 爬进去之后 走了这一手虎 那这样黑棋只有一只眼了 赶紧靠牙出头 白棋扳 黑棋尝出来 这个是如果说白棋走这个虎的下法 黑棋是不用担心的 这样外边也有一只眼 实战 白棋底下冲断 黑棋打了之后 虎住 然后白棋扳起 因为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按照普通的定式来下 那就有点 这个不太对了 比如说你补这儿 被黑棋飞一个 同时夹攻 上面白棋折三颗子 那白棋是效率比较低的 所以说这个棋要扳起 黑棋断 做活 白棋打了之后 沾上 黑棋拐住 白棋再打再扳 黑棋吃回去 那么接下来 白棋拐住 封锁 虽然说这儿把黑棋给封住了 但是因为比较薄 所以说黑棋仍然有作战的资本 下一招 黑棋打了之后 选择往底下小尖 白棋二路跳一个 然后接下来 黑棋走的是尖顶 这个棋的话 黑棋肯定是 不会先走在外边的 因为你走外边 遭到白棋这一靠 这个特别严厉 你这棋怎么办呢 那你 如果说尖外扁 去加持白棋的话 他这一打一滚包 在一班 那明显白棋快一气 所以说这个棋 那如果说黑棋冲 顶住被白棋一打 他就直接把外边跳出 底下要吃黑棋的 这个小尖 左边黑棋牵了一手 一路立 去后手做活 那黑棋显然不行 实战黑棋尖顶 把这二路拖给防住 然后白棋也就 非常厚实的 吃住了这颗子 如果说白棋底下飞的话呢 那黑棋有这个 拖断的腾罗 倒也不是很怕 就如果说白棋长一个 那黑棋 这个打了之后冲 白棋首先不能拐 这要一个断打 打持这一下的话 那黑棋打了 沾上打持 然后在比如说底下 小尖搜刮一圈 再往外出头 黑棋也不是很怕 实战白棋是打在这儿 然后黑棋下方跳一个 白棋二路拖 黑棋搬完之后 沾上 把这儿给定型 白棋挺头的话 倒也可以啊 因为黑棋排一个挡住 白棋肯定是可以吃掉 这两颗子的 但会让黑棋通过 弃子把外边给走后一点 比如说接下来 他拆一个 那这个配置还不错 所以说实战 白棋直接打 黑棋反打完之后 四路飞 然后接下来 白棋右上 扳一个阻度 黑棋上方长 白棋沾 然后黑棋走的是 靠压 继续把这儿给 做出来一只野 直接断白棋倒不怕 因为直接断 白棋唬住 你再打持 上边白棋还有 先手扳 挤的这个搜刮 再尝一个 反正白棋什么时候 这个外边打了衫 他就活了 这个倒不是很担心 所以说黑棋先往左边靠 靠完之后 你要是断呢 白棋就打了贴 你断吃反正 白棋就吃回来 也没什么 这儿还是一只假眼 所以说黑棋直接往上 二路打吧 也不做过多 这个多余的动作 打拔过后 白棋一路搬 然后黑棋这个 虎下去 如果说 黑棋走之二 其实也可以的 而且这个局部 正解的话 就是虎在二路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虎在这儿 不用担心死活问题 因为白棋铺了之后 再打 黑棋可以挤在这儿去 活棋 就是白棋如果沾 那黑棋可以顶 做活 问题不大 那如果说白棋打这个 黑棋可以反打完之后 冲出去 这样白棋扳 黑棋断 团住的话 黑棋再扳这个 就是白棋往脚上扳 也是来不及的 黑棋可以 拉回去 这个对杀 黑棋当然是气垢的 你要是冲下去的话 那黑棋直接打死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这个黑棋虎一个 完全是可行的 实战虎在这儿 降了非常多的胜率 因为是被白棋扑了之后 打吃滚包 黑棋被弄到一路去了 白棋再一尝 这儿的眼和空都没了 但黑棋提掉之后 白棋往外边一虎 这个地方 将来随时白棋一挡 就可以把周围全部 连接在一起 变成实控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亏大了 最终只能从一路 苟回 再从这儿打吃 这个尾巴还牵了一手棋 随时会被白棋给割掉 然后现在还是白棋的先手 上面木树也亏 左边这个挡也亏 对吧 两边亏炸了 那这个棋当然 是白棋优势 然后接下来白棋往右边逼住 黑棋上边打一下 白棋点进去 黑棋冲 白棋这个位置呢 就是如果说搬 黑棋就拐了 沾上 白棋连回 黑棋就提 因为上面就不管 怎么走都杀不死 就白棋如果说飞进去 对吧 或者说这个上面拐 那黑棋就走这个 必得棋 这个黑棋死活 肯定是不成问题 实战白棋是肩顶 连回呢 黑棋提 一样的 白棋倒虎足度 黑棋同样脚上 必能走到一边 所以说他实战是肩在这儿 也足度白棋 白棋上方作眼 那眼看这个脚上 做不出来两只眼了 黑棋赶紧从一路爬回 但是这个都是没有木的 你看开局 白棋外边铁后 黑棋从一路连滚带爬的连回 这个作战呢 明显黑棋失败 白棋现在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然后接下来白棋右边跳 黑棋点次 这个棋的话呢 就如果说白棋冲 黑棋甚至于要从这儿冲断 形成一个转身 因为白棋搬黑棋可以断 这个地方黑棋针子有力 如果说白棋贴棋的 如果说白棋粘的话呢 黑棋贴回 这样你再去挂脚间拆二 黑棋上边点刺一下局部就可以脱先了 他可以去手脚了 因为这个棋的话 黑棋外边的头还算比较畅 白棋想杀的话也不是很好杀 实战白棋是贴棋 贴棋然后黑棋冲断 白棋打了之后再打这个黑棋提掉 然后白棋成这个 因为这个棋已经杀不死了 就如果说白棋粘的话 黑棋可以搬这个 你再掐上去白棋挺头 黑棋挺头 白棋再补断 黑棋上面一打 你再长他再一冲 白棋最多花要被反杀了 这个也是不行的 实战白棋挺头 看中中央这里的发展 逼迫黑棋在下方做活 这里抢到一个先手之后 白棋左边挡住巨大 这手棋 那现在唯一露着风的 就是中间这个缺口了 所以说黑棋马上大飞进来 之后白棋下方挂脚 黑棋飞针 白棋再跟着飞 这里呢 白棋这个小飞 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 首先往左边肩 能够扩大眼围 脚上拖了斑 或者说二路 小飞进脚 也可以扩大眼围 外边可以出头 所以说这块白棋不用担心 下一手棋 黑棋断在右边 那这里的白棋呢 当然也可以跑了 实战白棋跳个方 同样可以既出头 又做根据力 黑棋如果说敞一个 白棋还可以搭出来 因为你冲他反冲 你也不能断 这个棋 敞的话白棋再一飞 你冲断也没用 冲断的话 这个白棋直接打了冲就行 你敢再断的话 白棋一打一贴 三颗起筋也就交代在这 这个肯定也是不行的 接下来黑棋往底下飞 一边手脚 一边搜白棋的根 白棋跳出 黑棋再飞 那这里呢 黑棋的这个思路 就是通过 包围白棋这三颗子 然后把黑棋右边 这个棋径 给他拉回来 从而威胁白棋里边的 这个死活 白棋先冲出去 那黑棋也是直接不演了 直接往这儿藏一个 白棋三路托 那这个棋的话 AI倒是也有个建议 就是靠在这儿去活棋 也比较解密 因为黑棋长的话 白棋可以搬了连搬 你断打完之后打吃 白棋就断打完之后 打吃连回 这个是活得非常干净 实战白棋是拖在这儿 然后黑棋就长一个 黑棋没有敢搬 因为搬的话 里边会形成一个 复杂的对战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搬白棋断 你打了之后 再打白棋 拐打连回 这样黑棋长 白棋可以断打完之后 再断打 然后再往底下贴住 这一手贴住送死 是为了防止黑棋 比如说这个 打这个再打下来 对吧 我先贴一手送死警棋 那你后面再打白棋 沾上就可以打吃 黑棋这两颗子 这边就没棋了 然后右边挡下去之后 也不要随手把这个打掉 打掉的话 黑棋提 那下方又要打吃三颗子 白棋直接往外边 跳一个封锁就好 这样黑棋冲 白棋断 打吃沾上 提掉再沾 局部将会形成一个戒针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是不能吻杀白棋的 可能自己还得再搭进去 所以说实战 黑棋是长 白棋贴回之后 黑棋再练回 然后白棋长这个 黑棋跳一个之后 白棋冲了挡住 接下来黑棋 那已经杀不到 杀不到里边的棋了 因为如果说黑棋 假一个的话 白棋立 沾上的话 黑棋往这一挡 白棋往这一挡 是活的 这个是没有任何疑问 那下一招 黑棋肯定是往中间掏空了 虎过来 白棋扳了之后 贴住 黑棋长 白棋下方 再一飞 割断黑棋里边 这颗子 这样的话 虽然说黑棋 给白棋中间的 这个肚皮 减了减肥 但是白棋 只要能围住 这一部分 其实已经够了 因为在右边 黑棋并没有杀掉白棋 反而是脚上 也被白棋搜刮了一些 全盘的实控 依旧是白棋领先 而且领先的不少 那下方 现在黑棋这一块 自己不活 他走的是 这个三路拖 这棋白棋 当然不会这样去打吃 被黑棋打穿过来 所以说白棋顶了之后 贴回 黑棋右下角沾 白棋沾上 然后接下来 黑棋上方大跳 白棋团住连回 黑棋继续往里深入 黑棋为了破中间 这个肚皮 其实付出了 非常大的代价 不仅是右下角 被刮惨了 下方这里打吃 也要被刮 因为黑棋这颗子 甚至于不能跑 跑的话 白棋这一粒 你这两颗子 只有小金联络 那白棋挤了之后 打了 再猴在这 那你这三颗子 也得丢掉 你如果说敢沾的话 被白棋一拐 那全死 对吧 这个也是黑棋不能接受的 被越挂越多 那实战呢 黑棋反打 白棋提掉 那黑棋搬这个 然后白棋搬下去之后 断打 黑棋提截 之后白棋冲一个 再提 黑棋右边 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 然后再提截 这个基本上来到最终决胜时刻了 不过这个截 白棋打起来还是比较轻松 左边白棋挤一个 这个是为了多一枚截彩 因为你直接单挤这个 被黑棋沾 后面没截彩了 先挤一个 非常细腻 再提 黑棋右边搬过来 白棋长 黑棋提截 白棋左边打吃 提截 黑棋右边 爬回 白棋一扑 这儿有个提了之后 打吃的接不归 这边白棋也不用担心 黑棋提截 然后下来白棋中央断一个 黑棋打 白棋提截 黑棋右边提 白棋打接不归 再提 白棋上边跑 黑棋打 白棋提截 黑棋右边沾 提截 白棋上边跑 黑棋打 白棋提 那这个棋的话 就是黑棋 如果说继续立 找这个本身截 那白棋上面 其实还有截财 这个长一个 后续的 比如说这个扳 扳完之后 这个断打 都是白棋截财 最起码还有三枚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 其他地方在截财 已经枯竭的情况下 那你是打不过的 所以说黑棋 只能往上方刺一个 威胁白棋这种话 顺便看住这几颗子 那白棋就消结 消结之后 黑棋下方全死 又多死一块 然后黑棋右上角冲 如果说这块棋 是净杀白棋这朵花的话 那还好 关键是这个棋 就是不是净杀 这个里边是有棋的 从稍后的实战 我们就能看出来 白棋先往中间 跳一个围控 黑棋飞进去之后 白棋肩顶 然后接下来 黑棋选择冲进去 这个棋要是挺头的话 那白棋就搬贴住 紧气 你打持 白棋往里长一个 再断 再打 再拐 白棋有两口气 直接从上边打了 打持滚包再沾 黑棋再打的话 反正白棋已经先手 把中间给围好 这个也无所谓 实战黑棋冲一个 白棋单退 左边夹一个 白棋挡住 挡住也是为了 照顾里边的味道 就如果说白棋立的话 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东西 有一个 黑棋往上长 白棋斑断 如果说还是刚才那一招的话 黑棋可以冲 左边 冲完之后断打先手 再断这个 当白棋只能拐回的时候 黑棋再吃回去 这样我们会发现 白棋上方大龙 全得死在这 这个是完全不行的 所以说 左边的二路区 还关系到上方 白棋大龙的联络问题 那白棋只有挡住 把这里先连回 黑棋往上长一个 白棋搬住手控 那接下来只剩下一些小关子 还有右上没有定型 白棋飞一个 挤住 扩大眼位 黑棋打吃破眼 白棋倒虎 黑棋夹进去破眼 白棋往这里去作眼 那显然已经是一个打结火了 黑棋提 白棋中间长一个 黑棋切断 白棋提结 上边 黑棋沾上 再提 白棋中间打吃 因为这个棋如果说 黑棋沾结的话 被白棋往这儿一拱 黑棋补掉这个倒扑 白棋再一提 那就两眼火起了 那实战 黑棋拐这个 白棋提 黑棋立右边 再提 白棋底下冲一个 这个同样也是劫财 就如果说黑棋不理的话 白棋提这个 你紧气 白棋掐一个 你再紧气 再扑再打 那局部形成一个截针 因为黑棋中间 牵了一个断 牵了一个断 那你这个棋只能 这个当白棋提的时候 你只能去紧气 不能去连底下 要不然中间被断开 黑棋不行 那中间不能搞出来解 所以说黑棋直接打吃紧气 白棋提 左下黑棋断打 提截 白棋中间提掉 黑棋紧气 白棋再提 左下角黑棋打吃 提截 白棋扑了之后再提 黑棋中央冲了之后提截 白棋外边紧气 马上要掐住 眼杀黑棋 黑棋得打 白棋提 左下角黑棋扑了之后提截 白棋中间打吃 再提 然后黑棋左边扑 因为黑棋没有其他地方接踩了 白棋都已经联络在一起了 那这个地方黑棋只能 特而求其次 找一个左边扑的这个小节彩 那这个白棋不要了 直接粘 黑棋窗白棋打 走到这儿黑棋扑输 因为再走下去 就这个地方 还要被白棋先手滚包 再一粘 再去收官的话 这个黑棋差不少 至少输十木棋以上 这个肯定是不够 那这一盘棋的话 黑棋输就输在 对于上方这一带死活的一个计算 失误 导致这个棋走得太过于怂了 从一路爬回这个棋 已经不能看了 再到后来 白棋在右下角这一带的腾罗 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 而且防住了黑棋 这一带的一些狠招 这种中间稍微损一点 右边火掉 白棋大油 接下来在底下也有这个棋 但是白棋基本上没有什么负担 然后利用中间这里的死子 把这个棋给打赢 最终空一围 这盘棋就到此为止 也可以说是谢科的好局 为昨天李宣豪报仇了 那这样的话 随着袁胜珍的出局 韩国这一次全军覆没 这个可以说谢科 今天的表现也是功不可没 好 那棋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